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日前因为总统川普坚持撤军叙利亚而宣布辞职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研究所就公布数据指出 从川普上台到现在不过短短两年 宣布辞职的内阁官员就多达28人 现在这个数字可能又会增加 因为在不久前美联储主席鲁尔宣布升息之后 川普对于这一个决策感到极度的不满 甚至萌生要开除鲁尔的念头 根据彭博社报导 尽管川普多次公开喊话 希望美联储不要升息 但鲁尔还是在19号宣布升息一马 是今年的第四度升息 也引发了美股连续几天大跌 这也让川普对鲍尔的说不听 抱怨年连 并在接下来的几天 多次私下表达想要开除鲍尔的想法 根据亲近人士的说法 一旦川普公开或者是私底下 抱怨内阁成员 这通常意味着离他们离职的日子也不远了 包括他的首任国务卿蒂勒森 前司法部长赛森斯 以及即将打包走人的幕僚长凯利 都是如此 报导也指出 如果川普真的换下鲍尔 可能会引发金融市场一连串的联谊反应 冲击投资人对央行不受政治力干预的信心 不过知情人士也透露 亲近川普的幕僚实际上并不认为 他真的会开除鲍尔 对于相关的传闻 白宫发言人以及美联储皆不予置评 新闻时事报记者刘欣整理报道 是 FIRE!